前劳工部部长也是美国历史上首位亚裔女性的内阁成员赵小兰 昨天晚上也就是29号晚上 向来自全美的上百名中国留美研究生 讲述了自己对中国创造的新词 新型大国关系的看法 并预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下周与奥巴马总统会面时会谈到的议题 我们现在就来连线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方方 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活动的详情 方方 老师你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来自全美各地的近200名中国的留美研究生 现在正在华盛顿参加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组织的 一年一度的美国外交政策学术论坛 学习美国政府是如何制定外交政策的 小布什任期内的劳工部部长赵小兰 昨天晚上在至开幕词时 介绍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下周与奥巴马总统进行非正式会晤时 可能谈到的议题 我们来看 美国最关心的是中国的网络袭击 以及窃取企业机密的问题 中国很可能会对紫轻描淡写 北韩问题 全球经济 以及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领土争议 可能会在讨论议题当中 经济方面 美国中国国有企业 在和中国央行在中国经济中担任的角色有所担忧 美国还关心中国的自由市场化 安全保护的落实 以及我之前提到的网络安全 中国方面当然会担心 美国对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 以及美国在贸易和投资方面的规定 过于多变 武断 习近平星期一在会面 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时 提出一个新字眼 说要寻求建立一种新型大国关系 这是什么意思呢 赵小兰在会后就此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 我们来听听看 当习近平主席向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 多尼伦提到他要寻求一种新型大国关系时 引发了各方大量的讨论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但很显然 中国创造这个新字眼 反映了他们越来越多的参与了国际事务 而且信心日益增强 他们想用自己的角度来塑造美中关系 赵小兰说 无论如何定义美中关系 加强这个发达国家中的最强国 和发展中国家中的最强国之间的合作 对双方都有益 他举例说 比如说美国可以通过 来自中国的投资和旅游 来提高GDP 而中国可以向美国学习最先进的农业科技 保障食品安全的方法等等 赵小兰说 美中关系和所有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一样 都会有起伏 但是他注意到 美中文化和理念之间的巨大差异 有时会造成很多的误会 比如说美国人说话开门见山 讲求效率 但是中国人可能会觉得无礼莽撞 美国人从小培养个人观念 而中国培养的是集体观念 就像美国人吃饭一个人一个盘子 并且只挑自己喜欢的吃 而中国人则是讲究共享桌子上所有的菜 赵小兰希望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 和去中国学习的美国学生 能认识和注意到这些细微的差异 最终改善两国间的沟通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经历过像中国一样大的变化 中国将成千上百万民众领入中产阶级 所以你们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机遇 你们将成为中国未来的领军人物 我们依赖你们来理解和连接两个国家 在场的学生们在赵小兰讲话结束之后 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 有的人问说中国对非投资的问题 有的人问虎妈教育的问题 还有位同学问赵小兰说 那么时下在美国热播的美剧 House of Cards 到底是不是华盛顿官场的真实写照呢 我们来听他怎么回答 可能由于受到中国政治系统的影响 中国民众总是觉得肯定有那么一个人 控制着美国 一定有这么一个人 你看你们听到这种说法也笑了 可是他们总觉得一定有这么一个人 控制着这个公开创新繁荣的国家 我希望在接下来的两三天里 你们可以学到美国的公共政策 是如何制成的 我希望你们能明白 并没有任何人控制着美国 美国总统拥有很大的权利 那他同时也受到国会最高法院 和美国民众的意愿的限制 参加这次年度外交政策论坛的中国留学生 来自全美各地各专业 他们对于下周即将访美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都有自己的问题 我们来看 Texas 纽约 纽约 纽约文 Columbia University Chicago Chicago California New York Duke University 我想问他 相比他80年代的时候 第一次去爱荷华和去年去爱荷华 重返爱荷华 而如今作为一国总 一个一国主席再来访问美国的时候 他心情是怎么一个变化的 然后他想了东西又是怎么样一个变化过程 我想我问一下 就是我们经常会说 我们不想走西方的那一套 但是我们现在中国到底应该走怎么样的一条路 就是现在有没有一个比较成熟的想法 他的中国梦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可以实现的方法 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你觉得中国梦的定义是什么 对 我也想问他 他心中的中国梦的定义是什么 我想问中美在环境领域能有那些更深的交流 尤其是在民间方面 民间交流 我想问他一个问题 就是说关于现在中国青年 尤其是普通的大学生 或者是高薪阶层这个家庭的大学生 他们以后的这个就业困难 以及他们在自己这个人生道路上 如何往上攀升的这样一个问题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1966年在纽约成立 是一个非盈利性的组织 会员来自美国社会各界 影响直达民众决策者和政府部门 1972年著名的美中乒乓外交 就是由这个委员会促成的 今年是美中关系委员会第十次举行 外交政策论坛 那么近200名中国的留学生 将在华盛顿与现任和前任政府官员 国会成员进行为期三天的交流 来了解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如何形成的 好的感谢您的收看 以上就是今天的特别报道 希望您不要走开 我们在一段一小段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